美国运动护具 领导品牌Mewler新秀球星见面会 那Mewler今天非常开心 可以来到台中我们的永胜文教运动用品 今天来跟大家见面哦 那也要呢除了要来就是 进行我们一连串的活动之外 我们还有签名会 以及要来近距离来听听看 我们球员要来跟我们分享的事情哦 好那在这之前 想要问一下大家 你们熟不熟悉我们Mewler这个牌子 大家有一点就是不知所措 没有关系跟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我们Mewler这个牌子呢 它已经有我们35年的历史了哦 而且也是我们最先推广我们运动医疗 以及我们运动伤害防护员观念的公司 而且这些观念呢 对于我们就是很多国际知名的选手来说 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呢我们在国际上知名的 像是我们网球选手 还有我们的足球选手Alex Morgan 跟我们台湾的台体以及中华篮球代表队 都是指名我们这一款我们的防护产品哦 好那看来大家都已经非常的 就是希望可以看到我们的球星出场了对不对 对有有有有前面几个有声音 来这边多久了来这边等多久了 10点就来领号码牌了是不是 有比10点更糟嘛 应该不太可能因为他是拿1号嘛 对不对 好OK那现在话不多说 我们先来掌声欢迎 我们今天的运动剑明星 是我们的蒋玉恩以及张志豪 掌声欢迎 尖叫声尖叫声 你现在是很害羞的意思吗 是很害羞吗 这样来来两位请坐两位请坐 好那这两位呢 其实在我们篮球跟棒球界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年轻选手 马上就有我们消暑捷克的饮料 来奉上就对了是不是 好如果想要来拍照的话 也可以到我们前面来稍微就是拍 捕捉一下他们的画面 那我们再来就是整队哦 好那喜欢看球的朋友们 绝对不会陌生 对他们绝对不会陌生 先来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蒋玉恩呢是我们早在2009年 就是我们U16亚青南篮赛的选活手 2014年呢在我们SPL第12季 我们选秀会上面 被我们的台皮篮球队给选上 今年呢则是入选我们琼师杯 以及亚锦赛19人的培训名单哦 真的非常非常厉害 那另外一队呢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我们棒球新秀张志豪 他是我们2008年中华职棒明星赛 最有价值球员 并在我们2013年获得我们中华职棒24年 年度我们外野手金手套奖哦 今年已经也提出我们的生涯第500安 所以两位都是非常非常活跃的球员哦 那好两位都已经做定位 有已经整理好自己的心情了吗 有哦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让两位跟大家来做个打声招呼好了 大家好我是台湾啤酒蒋玉安 介绍大家 就这样吗 最近的境况如何 最近就准备中华队的练习嘛 就一直在练习然后准备穷师妹的比赛 然后很开心就这个机会来到这里跟大家见面 然后也辛苦你们了谢谢 好谢谢 谢谢我们小安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这位是我们前两天才刚从明星赛结束的我们张志豪 有没有什么话想跟穷民朋友们说的 大家好 好 好 结束了吗 好 没有关系 好那接下来呢 要来跟大家就是稍微的就是介绍一下 还是我站在你们两个中间好了 这样子我访问你们比较方便一点 好那大家可能都会知道说我们运动员对于我们的就是 会接受我们高强度的训练以及比赛嘛对不对 那他们对于身上的防护产品一定都会非常非常的注重 一定要专业度够高的我们产品才能就是维持他们表现的就是 有益度 那我们的小安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知道你前几年的部分有就是受伤嘛 那你会怎么样来更了解我们防护产品以及我们的就是 我们mew了这个牌子呢 就是在还没有了解这些护具的时候其实之前受了很多的伤 然后现在慢慢的了解说就是在训练时或是比赛时一定要搭配一些护具 才有办法让你表现更好然后也更敢去发挥你的表现 比较不会害怕于受伤之类的东西 好的那请问一下我们志豪有没有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会怎样来了解我们的防护产品以及我们mew了呢 这个对我们来说我们没棒球一定要拿个棒子 所以手腕方面一定会有很大的消耗 因为打棒球大概几乎都有伤了身上手腕 呃带来这之后我觉得改善了很多 而且球打得越来越远 有这样子的感觉 对有这样的感觉是不是 所以你觉得我们这个防护品牌的这个护腕的部分 对你来说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平常你们在传接球跟我们打击的时候 都一定会运用到我们手腕嘛 对不对 是的 没错 还有呼吸方面也是啦 因为在棒球场上大家都要全力去奔跑 然后滑垒啊接球滑垒或者是倒垒 但膝盖上面也是会有一些磨破皮或者是损伤 所以我们带这些护腕都是在保护自己 也是要让给大家更好的看球的那种品质 所以这真的非常好用 确信 非常好用就对了 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就是想要 就是来使用我们的护具 但是还不够了解的朋友的话 你对他们来说有什么意见吗 我觉得 当然还是要先找到他们所有民宿上面来做 不然你不会用 先找到自己 对我来讲 我是先找到我自己不足的地方 加上我的手腕 我的膝盖是受少 所以去用了他们的东西 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 如果你有在运动的话 你知道你们一定会有一些痠痛 疼痛 这些都可能真的会帮助你们 会达到更好的效果 一定会马上的受下 如果在跑步的话 好的那谢谢我们的志豪 那小安来跟我们稍微就是分享一下 因为你们篮球来说的话 比较多都是我们跑步的部分 那我们膝盖跟脚踝的部分 非常的需要一些支撑跟我们防护 那有没有想来跟我们介绍一下的呢 嗯 在训练时就是 非常有许多那种跳跃动作 所以 跳跃动作对于我们膝盖是 非常负荷相达的 所以在平常练习时 也都会穿戴这个系列的呼吸 来保护膝盖 然后 他穿戴包覆性非常的好 然后旁边又有许多的弹簧做支撑 所以 最重要的是他的膝盖骨上面 又有垫片加压 又有多一层的保护 所以 他在穿戴丝后也很方便 就像穿袜子一样 只要从 脚底下拉上来到膝盖骨位置就可以了 所以 对于这款蛮推荐的 然后 脚踝部分就是 他 布踝这个是 是属于橡胶做成的 所以他 有保暖以及保护的功能性 然后 他其实 穿着 在做动作的时候 其实对动作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然后 他又 可以预防你的拉伤扭伤之类的一些运动伤害 所以 很值得推荐 大家去试试看看 哦 那刚刚其实我也有问到志豪说 如果今天 我们就是现场的朋友们想要来就是 嗯 了解我们的护具 但是他们还是不知道的话 你有什么意见想要给他们的吗 我觉得 实际的世代跟 正确的 穿戴是最重要的 就是 比如说他的 产品种类有很多种 然后 我自己喜欢的 不见得也适合你们大家 然后 然后 你们在购买的时候 一定要 询问 店家服务人员 然后 充分的对 产品有 了解 一定的了解之后 最重要的是 你要有 正确的 穿戴的方法 一方式 好的 了解 那听完刚刚我们的 就是介绍之后呢 现在 我要请大家 来帮我一个忙了 因为等一下呢 就是大家的 签名时间咯 所以我们麻烦 如果说有拿到 我们号码牌的朋友们 从我的左手边 你们的右手边 来做个排队的部分 等一下呢 我们是一张号码牌 来换一张我们的海报 一张号码牌 换一张的海报 所以如果说有我们号码牌的朋友们呢 移动脚步来到我们旁边 那也提醒大家 因为我们今天的活动 时间有限 所以我们只签海报 只签海报 不另外签其他的东西哦 不开放签另外其他的东西 好不好 那如果说想要拍照的朋友们的话 也是可以拍照的哦 有合照的部分的话 也是可以的哦 好那现在的话 开始开放我们的签名的部分啦 那也记得今天呢 如果来到我们的就是 永胜体育文教用品店的话呢 也记得哦 今天只要来到我们用品店里面 购买我们的MULER产品的话 就是想八折优惠 想八折优惠 所以如果说有兴趣的朋友们 刚刚听完我们小安以及志豪 介绍的朋友们呢 觉得不要错过哦 好 好